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被伤回大結局 現在開始播出 李宗盛 你為何不說老實話 李宗盛 誰來的 誰在說話 是我 阿嫂有禮 不是啊 不想說什麼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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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的 他暈了 如果他休息一下就沒事 Productけ 整個頭都發串 管去 我欣都要幫我行修公子禮 李宗盛 你為何不講真心說話 告訴他 說話留三分 她讓得太順 以不就逼他 李宗盛 我真的連一分都沒有說 實在說不出口了,難道要我跟她說, 梁子,我實在不可以跟你行州公司來的, 因為你的樣子實在太醜了,難道要我這樣說嗎? 這樣會犯口熱嗎? 隨妻求淑虎,嫂嫌良淑德。 我知道,所以我十分敬重她。 看你對嫂嫂還算是一條心,並沒有背負她。 當然啦,我不是興國之人,不會一招飛黃騰達就辜負她。 我幫你算過,你命中有一點負,不會絕後的,還是跟嫂嫂所出點。 陸判官,你的意思是…… 嫂嫂的容貌,你就交給我吧。 好了,我告辭了。 陸判官,何必來去匆匆呢? 我們還未好好聚一聚,我還未多謝你緩心之恩,令我高頌戒員。 還未這麼婆媽,你和我已經是知交了。 何必多謝呢? 而且一切都是你命中注定。 我們這麼久沒見,我應該聚一下舊吧。 我早已準備了上等的酒,想著和你靜聽雨聲,開懷唱飲。 事後不可以回答,明天再和你霸酒不歡,就這樣吧。 沒事吧。 誰呀? 我幫你找到一件好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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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再說吧。 這是什麼東西呢? 你看看。 人頭? 你看看。 很難才找到的。 這是美人的頭。 你看看。 漂亮吧。 你,如果你整個他的愛,等我一整飯,完全不換你花了。 blesgen。 我,你何必殺人呢? 嗯。 我呃。 我知道我喊失業,我知錯,請你把這位小姐的頭噴滾回原位。 人命快天。 我願意把我的命,你取下沙子。 唉呀。 你都這麼敵面的嘛,只能騙你失辭。 萬一非你狗和白哥搾到尾身把它也還 writer了,快點餵。 陸本官,你先移身吧,拿住 你把我梁子在身邊做甚麼?你為甚麼把刀拿出來? 不要緊 但是你按住她的頭,你現在想摺嗎? 我要批掉她的頭下來 本官大人,不要…我知錯了,你不要殺我梁子 我凡意應該是我守的,要批就批我的頭 太遲了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 我批掉你了,拿住你了 給你手上的頭 梁子,我對不起你 我不熟,你梁子沒事的 你把他的頭放進來,你還說沒事? 你手上的那個不是梁子 問題的那個才是 你看看,天使國星 這次丹虎你不會出口了 但是…但是這個… 別說不定,快找地方賣掉她 千萬不要被人發現 但是…但是…但是我…我梁子在你醒來嗎? 是,二蛋兄,我幾時押過你 她睡醒就會沒事的 但是…但是她樣子不同了,我怎麼跟別人解釋 我…好熱啊,你就說,有個神醫跟她逆了容 那就可以了 那頭已經薄了上去了,不能回頭了 但…萬一有什麼事要怎麼辦? 你小丹虎,我換心手術都可以跟你做 換頭也都難不了我的 你看,你…有個神醫,你準備好嗎? 但是你這個小丹的頭也有什麼事? 一切來去 皆有恩誘 你遲些就會知道 好吧,快點天亮 快點找地方 摸壞了你們手上的那個人頭 好了,我走了 謝謝陸姑姑 杜先生沒事 還有呼吸,有心跳 真神奇 切羊頭,像切豆腐一樣 他發現有些血跡 你不要替他洗臉 但是,我早上起床 他說嚇到自己 不是,是天亮 到後花園,先埋上人頭 梁師,你安息 天亮了 為甚麼這條頸子有點麻痺 還很癢 我來騙我 為甚麼有血跡 是嗎 少奶啊,我打了水給你洗臉 你進來 少奶啊,你為甚麼整個臉都是血的 是嗎? 我也不知道 你先拿一盆水過來 我洗臉 哦,哦 哇 哇 哇,真是整盆都是血水 怎麼搞的呢? 少奶啊,武器 謝謝 好吧,乾淨 怎麼樣?千萬 我有沒有血跡 少奶,你... 那甚麼事 我問你什麼事, 我問你, 你的樣子, 你的樣子, 我的樣子是什麼? 你親親吐吐的, 說一字又轉一字, 你讓我自己照鏡 我的樣子不一樣, 你幫我走過來 我不是妖怪, 我不是妖怪 什麼事? 小哥, 你的樣子不一樣, 我的樣子不一樣 怎麼辦, 你的樣子不一樣 你冷靜點, 我說我是妖怪 不是, 不是妖怪 你看看, 你很漂亮 你好像在侍女圖走出來一樣 為什麼你不怕我? 為什麼你好像早就知道這樣? 你是不是有事瞞著我? 那件事不可以握得你太久了 好了, 我就一五一十告訴你 幾個月之前, 我和幾個朋友在文社裡喝酒 好, 因為貪玩, 於是就大家打倒起來了 原來是這樣, 為什麼你一直不告訴我? 小姐 因為我怕嚇到你和娘, 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這麼大膽 難怪我經常聽到你書房那裡有人跟你說話 對呀, 還一下子中了界緣 原來全部都是陸判官幫你的 沒錯, 我和陸判官已經成為之交 他怕我絕口, 所以才會把你的容貌換掉 梁姐, 我實在對你不輸 你別這樣說, 愛美是人的天性 我不會怪你的 我以前的容貌實在太醜了 難怪一直都得不到上公你的歡心 梁姐, 你肯原諒我? 你是我上公, 我應該以你為尊 你只是想我們朱家有人繼後 我又怎會怪你 太好了, 太好了 梁姐, 我和你很久都沒試過畫眉之綠 不如這樣, 我們顧夢重溫, 好嗎? 一起聽著你的說話 好可憐, 壞女兒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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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壞女兒 你真的死得很慘 你死于飞鸣都不止 你尸首都不存 头又被人家切了你 到现在都无影无踪 难道真的要你尸首不存 这样将你落葬 乖女 你可怜爹娘 一夜为你头而担心伤心 你就想办法通知维夫 如何找回你的头 老爷 我都不愿意做人 我要回买个女人 夫人 千万不要这样 老爷 怎么样 有没有消息 小姐我头还没找到 不过什么 不过我听到一件怪事 说成终戒园府 诸戒园夫人被人换了个头 那关小姐什么事 老爷 小人去戒园府打听过 见到戒园夫人 她 她怎么 她知道灵异的头在哪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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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她的样子和小姐生前一模一样 你有没有看错 你有没有看错 我没有看错 小人还借一些以上前龙戒园夫人惊计 又叫我们小姐的名字 但是她好像完全不知小人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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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想想办法 啊 不用问了 可能是朱家的人 用妖术杀死我的女儿 然后偷了她的头去 老爷 你一定要去保官 说朱家的人害死我的女儿 相公 你怎么样 她有什么围难你 她相言言逼宫 但是我不肯认 这也是我不好 是我累了你 如果我生得漂亮点的话 你就不用换人头 你也不用坐牢 傻了 我一点都不关你事 是我自作业 太贪恋色相 所以才自有金人 最小皮肉之苦 也是应该的 我是个十黄殿台的判官 大判官始终都不肯现身来救你 不要过陆判官 一切因果 自有因有 对来之之安之 可能决定我有此一劫 不行的 我不可以没了你 我肚里面的骨肉 你也不可以没了爹 你有了 是啊 尚公啊 你为什么不将陆判官的事 都说出来呢 没人会相信的 你不说我说 娘子 不要啊 不要为我事操劳 你现在有了身体 应该多些休养才是 但是你这样 你叫我怎么安心休养呢 陆判官说跟你是资交 现在竟然见死不救 你真是会错他 不会的 我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 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苦衷 嗯 二旦兄 我们不愧一场事交 你怎么 你怎么 真是不好意思 要你受苦 你放心 你很快就会没事 陆判官 教你看着我肚里面骨肉的份上 救下我上宫 啊 阿嫂 你不用担心 前排我因为公务 他都对不起 所以没有机会跟你联系 现在我回来 一切都会认人而解的了 你会怎么做啊陆判官 解灵话 虽是灵人 我会叫小姐向他爹娘交代清楚 你不客气 大姐呀陆判官 天阿苹 爹娘 你还死得好惨啊 是你,是你 娘,娘,你走過來 怪女 你為主徒,我們不可以太接近 怪女,你有什麼冤言? 你跟我姐姐說 是呀 是不是朱爾丹殺死你的? 爹,你們冤枉好人 殺我的人,叫做楊大念 在前幾個月的仁宵節 我出去走楊宵 去到十皇殿附近 就遇到楊大念 然後怎麼樣? 她貪戀女兒的美星 於是,就暗中跟著女兒回家 太喜有署,聖誕爆炸 半夜,她用木梯爬過圍牆 靜靜地潛入我的房間 還殺了春花 我當時嚇醒了 她還想強迫女兒 女兒竭力反抗 大聲喊救命 楊大念已經被人發現 於是她生了女兒 原來是這樣 我當時也聽到聲音了 但是趕到進去你的房間 已經看見你死了 怪女兒,你為什麼這麼人心 這樣對娘親不來? 娘親,我受緣已重 你不會為我傷心 靈兒,既然你死得這麼慘 為什麼不一早報夢給爹娘知道呢? 爹,陰間有陰間的規矩 女兒不可以擅自上揚 這次,我是得了批准 才可以見你地 我也是這樣 但是為什麼 朱爾旦夫人的樣子和你一樣? 因為朱爾旦,嫌她的夫人醜 於是有個判官 就把女兒的頭換了給她的夫人 雖然女兒的身體已經死了 但是女兒的頭還是生的 希望你們不要和朱家的仇 乖女兒,憲良心 我差不多時候要走了 我實在是放心 你們倆老姑父母義 你們就當女兒嫁給朱爾旦 如今朱夫人已經有了身體 你們就當女兒仍然在生 就和朱家結成親家 你們就有孫婦 也有照顧 那女兒在狗泉之下 都可以瞑目了 對了,玲儀 你在下面有什麼需要? 是呀,是呀 女兒生前未嫁 難以歸宗依俗 如今有往事 這女兒恐怕會成為孤魂夜鬼 求爹和娘親交給女兒 與朱家結成 那女兒就是朱家的人 由朱家祖宗庇佑 就可以投開重新做人 好重啊,劉儀 好重啊,劉儀 劉儀,劉儀 劉儀,劉儀 我都要謀害她 哎呀,哎呀 那真是奇了 我也是發同樣的夢 哦 那還說 兇手呢 就是仰拜年我 哦 那我們要盡快去燒案才行 要不然 就害了朱爾旦了 不經不覺竟然過了這麼多年 是啊,韋儀都五歲了 這幾年考了三次鄉事都考不到 看來陸判官說得對 我今生成績不過於此 你又何必這麼灰心呢 來日方長啊 娘親臨終前都希望我高頌狀元 但是我就因為福分薄 不能夠償她老人家的心願 我們有韋儀嘛 她不知多聰明 你教她念些詩詞 她聽一次就懂背了 是啊,她確實很聰明 因為她大過開造大官 光擾朱家的門尾 我們這幾年做這麼多善事 上天一定會給福分我們的韋儀 是陸判官嗎 是啊,是我 陸判官,很久沒見了 你不是調到其他地方做判官嗎 娘子,你快點準備走賽 義彈兄 我特別來講一件事給你聽 什麼事呢 你授予將盡 那還剩下多少日子 還有五日 不知道可不可以現受 我的兒子還很小 我想教育他成才 生死又天靈 我怎可以認死無畏 你是一個潑達的人 生和死都是平常事 哪有這麼執著 既然是這樣 我也無話可說 來吧,今天難得一罪 我們就主走譚天 論順天下英雄 那才是我認識的注意單 這幾年 我總算享順天人之路 生活也算如意 總算無憾 人生如恥 佛求 阿爹 今天考入院學 已經十五歲了 算是成人 是倒杯茶你喝嗎 偉兒 偉兒 你以前小時候不同性 如今你已經成年了 我不坦白說 阿爹在你不壞的時候 已經過世了 阿爹現在雖然在你身邊 但是阿爹 是鬼 娘 你阿爹所說的 是真的 阿爹 我今天跟你說 是因為我要離開 是永遠分別 阿爹 你要去哪 我奉天帝的旨意 任命我做華山神 現在就要動身 今後任務繁中 兼路程要緣 所以不可以再回來 阿爹 相公 爹 不要這樣 相公 我和你一起去 你怎麼可以丟下我 不要這樣 偉兒還需要你 他還未成家 你要幫他成家 世間上也沒有一對一百年 都不拆散的夫妻 是不是 但是你一家之主 你走了 我們怎麼辦 我家裡一向都打理得很好 我知道家境都會過得去 你要堅強一點 阿爹 偉兒 好好做人 不要把我們家業敗壞 好 謝謝 知道了 喬哉字義之 陸潘 葉宰洪監製 楊女昕編道 豪重力原著 緣議編劇 蘇玉華 鄭梓成 鍾偉明 前佩佩 莫家驅 譚翠蓮 曾永強 車深梅 鄭啟明 撒躍輝聯合過演 陸判第三枚大結局 現在應已播放完畢 香港電台戲劇組製作